七星剑法金犹在 不见当年创始人 提起露娜这个英雄 我想永远避不开的一个人就是有痕 作为三指露娜创始人巅峰期的有痕 是所有对手玩家的噩梦 18年更是打出了全网最高的435连胜 用露娜打上巅峰 第一更是家常便饭 而她本人最喜欢的就是高低一打五 并且总能以超快的手速让自己破产 但在退往一段时间后 如今回归观赏性依旧是天花板的存在 进入游戏这把选择拦开 并且给大家教学如何一级刷双眼蛋 就在此时中路出现意外 好在刚刷到红区下路老夫子就已经对位压制 这把双方都打得比较凶 因此人头爆发的比较频繁 两分钟时对面米莱迪出来 倾线此时有痕和刘邦来了个眼神交流 顺利拿下开张人头 警戒老夫子在下路带线被对面三人围殴送走 于是有痕火速支援 没想到对面已经提前预判有痕动向 但他们没有预判到有痕的实力 打满伤害后一点也不贪 果断撤出战场等对面露出扩展 在寻找二次进场的机会 随后便可以进到蓝区 帮对面打野缓解压力 并且就算米莱迪在二塔下也不安全 但此时有痕已经蓝条见底 只能无奈倒下 怎么说 怎么要咱们不死呢 卡慢飘 卡慢飘 二一慢飘 出驾 复活后有痕反掉对面蓝buff的同时 转角遇到爱被对面三人包围 好在有痕凭借过硬的手法加上牛帮的大招开始反打 七分钟时对面打野出来带线有痕就是跨越半个地图也要将其狠狠拿下 就在此时有痕细节利用小野位移到对面中腹身后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往前面丢一 开心 二一卡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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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小野里巴 二一卡过来 二一卡过来 但对面众人并没有打算放过有痕而 结果就是被秀的头皮发麻 而接下来有痕打出本局第一个高光明场面 先是利用红buff当踏板靠近雅典娜将其顺动 紧接对面支援到位有痕也是不打算隐藏实力杀入战场了 大招精准控制在塔下用出了自己的成名绝技 七星剑法八进八出看的人目瞪口呆直呼太夸张 十分钟队友拿下黑暗暴军后 有痕直接在高地开始一打五 先是利用印记拉开身位等对面交出控制 再开始进场 接着配合刘邦的传大将对面众人耍个团团转 此时有恒血量剑底直接秒换复活甲又秀了起来 最后换出今生想要表演一波泉水沙 没想到出现了意外 好在队友没赢过疯狂点塔拿下本局胜利 那么大家怎么看 阿希姆的机会 他拿什么炭火骨啊 他拿什么炭火骨啊